事实上先是现在已经他们开始以美论 或者是说让台湾人民对于美国的一个不信任感 这样的操作已经开始从出口再转内销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美国那边的一个广播人员 然后就说美国政府事实上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 会有毁台计划 就是说一句实在话我们每天在上节目 连我们如果真的是被证实是美国政府的什么文件 所泄露出来的话 我们这么每天在看新闻的人 我们怎么可能会忽略掉这么重大的消息 结果现在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后来才被人家发现说原来他长期以来 就是俄罗斯所可以说是给钱 然后让他帮俄罗斯讲话养了一个发声筒 传声筒 这种人讲出来的话 你蔡振元你应该也认为说 这个人说我应该没口信 结果你反而是大奖 一大奖之后马上出口转内销 结果蔡振元一讲完之后 三中体系又开始中国时报 相关中天又开始大做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它是一连串的 他们是一个所谓的 就是在台湾故意去渲染出一个以美瑞 以及反民进党政府的同样操作手法 包括蛋 鸡蛋也是 它是不对的草 其实确实台北市可能有一些地方 但不是很好买 但是它不是代表整个台湾都缺带的问题 它用一点点小东西 然后开始渲染 然后变成是两个目的 一个是反民进党政府 第二个就是要去见风插针 让台湾人对于美国这边产生新生怀疑 可是我们这回过头来 它这样的动作只会让美国更坚定的去讲 比如说AIT 台湾美关系坚弱磐石 今天我们的外交部长 今天我们的国安会的孤立雄 都可以时隔四五十年飞到美国去 而且踏进华府 这样的一个大突破 怎么可能你会认为 美国遇到什么事情会有毁台 第二件事情 毁台 如果你说毁掉台湾 对于美国是有帮助 有益处 也许有可能 那你用你的卡塔尔手 现在它的F-345要飞起来 据说要我们200个台湾的台积电 好像5奈米以下的高端晶片 它毁掉台湾 对它自己F-345飞不起来 有什么好处 当然没有好处 台湾的存在 才是确保美国 不管是在军事 或其他方面 在高端的晶片需求 稳固无鱼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再来很多人会讲 台积电已经到美国去生产了 所以也许就掏空台湾 所以就变成 没有 人家美国没有那么需要台湾 你看人家台积电 都可以去美国生产 不好意思 今天纽约时报才一则新闻 什么一则新闻呢 它说两个 第一个 因为在美国的投资成本 真的太贵 其实不是很划算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最有趣的 之前有一波操作 说台积电可以让他们 台积员工到美国去 很多台积电的那种高 就是那种高技术的人员 都要抢着去办签证 去办绿卡 要移民美国 台湾的人才 台湾的台积电被掏空了 不好意思 这篇报道就开始说 纽约时报 访了11名 从台湾派到美国去的 台积电员工 他们说很想回台湾 他们说真的很想回台湾 有几个 比如说包括那边的生活的 不习惯 他们那边的物价比较高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同事共事的一个文化 没有办法这个 这个撮合 他说台湾的人 都是卖肝的 我卖肝 那个我们的志胜哥也卖肝 幻哥也卖肝 大家一起卖肝 那就没话说 反正用我们大家的肝 燃烧起台积电熊熊的保卫神 那那好 大家一起卖肝 现在不是啊 到美国去 我卖肝 就Michael不卖肝 Michael就说 我们美国法律不行不行 然后Michael拍拍屁股就走了 那就变成我一个人持续在卖肝 卖两份肝 对 还要放他卖 对 还要放他卖 而且不是只有Michael 还有Richard 还有Bill 还有什么的 有Mac多的 对啊 我们就一人来 是要卖44个人的肝 那怎么可能 像如果你讲完 那你当然要说 没有啊 那我还是回台湾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说这个本来所谓的 因为台积电到美国去投产之后 可能会影响到 就是让台湾的这个技术 什么人才到外流到美国 这件事情事实上 现在已经证实 不太可能发生 所以换句话说 台湾的台积电 就是适合在台湾 不仅是人文的问题 不管是专业问题 还有整体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换句话说 美国只会越来越需要台湾 越来越需要台湾的台积电 才会产生一个紧密的联合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水帮鱼 鱼帮水状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毁台要干嘛 他不是拿石头砸自己脚吗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从军事上 国防安全上 经济上 各个方方面面 台美的合作 只会相得一张 只会让大家更紧密 所以类似的以美论 真的在台湾 不要再随便 就是人鱼异鱼 然后来发酵了 台湾现在面对的 就是许多的这种 所谓谣言跟错假讯息 在第一时间攻陷了我们的line 我们的网络之后 没有澄清 所以我其实今天也希望 朱主席 其实对于你这个 想要争取大位的人来讲 其实如何的 让带一个正确的方向 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嘛 如果以美论去发酵的时候 对谁有利 对台湾人民是不利的 因为这是一个坚强支持 台湾自由民主的一个伙伴 但是对谁有利 绝对是对中国有利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包括连中国也在 不断地放各式各样的谣言 包括连台湾缺蛋 都要去讲 而我刚刚特别提到 所谓公众人物 其实郭台铭 也身为公众人物 他也讲了台湾的蛋蛋危机 但是我特别要去走访了一下 这个 这个是我在超商 昨天助理去拍的 这个叫做极品养生 事实上这个品牌 它是永林农场合作的 这一盒蛋12颗 多少钱 大家来看一下 228块 看得到吗 228 我一颗要20个 一颗大概20块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台湾确实在某些地方 所以国台办奖的20块 是这一排的 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 郭董卖的蛋 但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像这样子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 包括连日本 日本也都有缺蛋 连大家最喜欢的什么 白色恋人 也都要停售 就是这都是 农产品就是会有供应的问题 那个在2月初就有了 对 所以我有在日本买回来 没错 好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所以农产品它就是有供应 然后会产生影响 但是我认为公众人物 不要讲谎话 甚至于不要去讲谣言 或者是不要讲 没有时评根据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蛋 竟然可以引起这么多不同的谣言四串 其实我觉得就一个结论 制造台湾民众的恐慌 本来那个蛋 其实大家买得到的 被你讲的 好像蛋现在很珍贵 拼命地赶快囤蛋买蛋 不然看到蛋就先买起来再说 这样结果是什么 第一个你会造成什么效果 第一个 你会让很多 大陆的这些小粉红门 开始就鼓噪说 你看台湾缺蛋很严重 各式各样 就拿这个东西来做文章 其实在很多app 已经有这种东西 那你这个小粉红门 他会刷到哪里 上到抖音 上到小红书 然后开始一些年轻人看到 年轻人可能其实 他本来 因为蛋都是妈妈准备好的 他可能不知道 原来本来不知道蛋价 可能不知道他有没有缺蛋 结果你因为这些社群软体 看到了中国的相关的讯息 一进来 突然间年轻人也压起来说 原来台湾缺蛋 原来蛋价一颗30块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但是这样的过程中 你就形成一个新的谎言农场的讯息 在不断的传播当中 连蛋都可以做文章 那接下来我当然要讲一下朱立伦 朱立伦讲什么 他昨天是针对蔡振元的这个说法 朱立伦至少还是留美的 他头脑还是清醒的 他直接讲说 相信这一切都是谎言 是假的 那国民党 你听到了国台办的记者会 国台办的发言人 竟然在讲说 台湾的蛋一颗涨价20块 以你国共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好的关系 你干嘛不提供给他资料 干嘛不告诉他说假的 国台办你错了 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请不要来 他看国民党的宣传就好了 他们可能 他可能国民党不愿意看 可能国台办不愿意看 不愿意看正式的台湾的政府 他看民进党的大内讯就好了 看民进党的大内讯就好了 他们会要反抢才行 那你国民党还是可以 这件事情上面有所表态的 你有所有得 你不知道跟中国之间 要相关的有效的对话吗 要互动吗 你不是要讲实话吗 那你就跟国台办讲说 你这个错了 你也可以公开的呼吁国台办说 不要造谣 你们说错了 可是朱立伦有吗 国民党其他的人士有吗 我们就把中国计划开 我们说实话